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省巴黎市的这家护理院叫Robert Place 对其中6名居民病毒药美所进行的初步检测发现 其基因密码与英国、南非和巴西的变异菌株不菲相同 但发生了基因突变 目前占列为不明变种 由于病毒已经导致120多人感染、25人死亡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担忧 有医学专家表示这种变异病毒的传染性要比原病毒高出70% 第二波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安省250个长期护理院再度成为重灾区 华人站大多数的释迦堡横幅护理院 至今已经有74名长得死亡 一群院友家属打算向管理该院的机构展开集体诉讼 而此前安省长期护理厅厅长专门与中文媒体举行线上沟通 就该院的疫情、政府的措施以及疫苗接种情况做了说明 凤红卫视腾中勤、多伦多报道 我爱你, Carol 我爱你, Carol 我爱你, Carol